嗨 各位好 我是興趣產的SaneSaneZone 那過了這麼久 這麼久 我終於拿到了Vision Pro 那我知道我拿到的時間比別人晚滿多 那也是因為過了那個熱潮之後 我就想說等到有個好的時機點再來做這個評測吧 那其實我看的評測也沒有很多 我希望是我第一次來體驗這個東西的心情來做評測喔 那剛好 因為他這次更新了Vision OS 2.0的Beta版本 那我也更新上去了 所以我剛好有體驗到1.0版本 也有體驗到2.0版本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也有很多關於2.0版本的更新的內容 還有操作的方式喔 那我身為影像創作者啦 我等一下還會測試蠻多 跟影像有關的東西 不管是Mac電腦的連線 又或是空間照片之類的全新體驗喔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關於Vision Pro這個箱子真的超大 然後裡面有附上一些不一樣的袋子 那這個其他開箱影片都有開過了 所以我們就不再多贅述關於這個開箱內容物的東西 我們主要還是要來講就是Vision Pro的完整體驗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第一次使用Vision Pro的話 接下來我會來做一些設定的解說還有教學還有2.0版本的差異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進入Vision Pro的世界吧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我在Vision Pro的世界 可以看到這邊有寫連接 然後這是我的手機 那你第一次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面板 然後你點這個設定 每個視窗呢 你只要這樣子看到下面那個橫槓一捏 就可以移到任何你想移的位子 而且你們看這個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有看到吧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要先做一些基礎設定喔 你要先做就是眼部跟手部 那當然如果你第一次買的話 一開始就會做了 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借用別人的話 你就要重新設定一下這個眼部跟手部的內容 重做眼部設定 跟重做手部設定 因為它一切呢 是根據你的眼睛去做判斷的 就像我現在眼睛看哪裡 它就會亮哪裡喔 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視野這個樣子 那現在呢 因為中國 香港那邊都已經確定要上市了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把VG Pro變成中文 但目前中文設定呢 會是香港的設定喔 所以就是可能它的中文翻譯有時候 會跟台灣有一點點像不一樣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然後我們看這個最大的重點就是Persona 這個是自我影像 那它翻成自我影像Beta 那大家看到這個是我 有看到嗎 嗨 可是這自我影像我真的覺得蠻像的 你們看我的手勢 它是偵測到我的手的 有看到嗎 還可以微笑 連我的牙齒都很理真 超厲害 超厲害 然後自我影像在拍攝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問題喔 就是我的眉毛常常拍不到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瀏海會蓋到眉毛 但是我把瀏海往上撥又很怪 所以最後 想盡辦法拍了這一張照片 雖然不是我目前捲髮的樣子 但也還行 也還行 然後其餘操作的話呢 再簡單解說一下喔 就是我們按上面這個數位表冠 按下去呢 就會跳出這個主頁面 現在Visual OS 2.0的話 你可以調整你的app的排列 那我就可以排列我的主頁面 然後放開 按完成 對 所以我們現在呢 是可以這樣排列的 然後如果你今天要進他的app store下載軟體的話 那你需要有一個美國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帳號 台灣帳號進去是不行的 然後呢 我這邊再來講幾個我覺得 Visual OS 2的更新喔 就是之前我們要進我們的狀態列的話 我們需要往上看 才可以到我們的通知欄 那現在的話不一樣 現在的話呢 你的手這樣打開 有沒有看到一個點 點一下 我們就可以叫出我們的主頁面 然後我們這樣打開 再點一下 就可以關閉我們的主頁面 然後現在要叫出上面的狀態列呢 因為我在錄影啦 所以會亮 但一般情況下 往上看是不會亮的 如果我們要控制欄的話 我們要這樣翻開 然後轉過來 點一下 就可以叫出我們目前的狀態列 像我們現在呢 還在做螢幕錄影這樣 然後接下來呢 介紹的這個呢 就是也是Vision Pro的重點功能啦 就是我們可以把環境變身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場景呢 就是一個星空夜景的部分 然後如果你太靠近東西的話呢 它會幫你顯示出來 讓你不會撞到 然後目前呢 有更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像是左邊這裡 有很多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我們看這個 波拉波拉島 哇 在海島上 我們把它轉大一點 在海島上 這樣子看著 夕陽 哇 你看這個樹木跟這個沙子的細節喔 都非常非常的誇張好 非常誇張好 這真的是要體驗之後呢 才會有感覺的啦 真的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介紹就是遊戲體驗的部分喔 波子仔的這個漫威的那個Hot F 那Hot F的遊戲體驗呢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有點緩慢 而且中途呢 遇到BUG 所以我就沒辦法破關 所以遊戲體驗 我覺得目前呢 還有在加強 然後這邊再解說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說 像我們打字的時候 這鍵盤 用看的 然後手這樣捏 我們就可以打字了 我們看哪裡就打哪裡 但是我們可以用暗的 然後我現在要打ABCD EFG 打印就看 ABCD EFG H IJK 你看 它一切呢 是真的精準的 那當然你要用語音辨識呢 也是可以的 SHOHEI UTAMI 你看 你就可以馬上查 所以我們就可以馬上查它的相關資料 可以這樣看網頁喔 對 那這個輸入法呢 我覺得是蠻舒服的 雖然不是說100%準確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準了 那接下來來講一個超級無敵大重點 就是 Vision Pro擁有 最強解析度的一個VR眼鏡 到底應該拿來看什麼影片呢 當然是 Insta360 X4所拍攝的 8K全景影片吧 那我現在開給各位看8K全景影片的觀看體驗喔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個 所以我們下來這個Player 8 VR 那我們只要打開這個Player 8 VR 就可以看那些360的全景影片 那相片的話呢 沒有辦法看全景影片 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所以你還要透過一些其他的播放器 那很多人會跟你說 欸 你可以去買那個Moon Player 那Moon Player要錢 然後我的美版照常沒辦法付錢 所以就 最後就沒有買 最後發現這個免費的APP 就可以來觀看一些不錯的體驗 我們進去看一下 那當然啦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那這個APP呢 可以看很多VR的網站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的環境 像這是我 現在我選擇在居家的環境啦 這樣 有一個沙發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看X4 X4按進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照片 360的照片 我們先看這張 哇 然後 點開之後呢 它是一個360照片 還沒變360 所以我們看右下角那個地方 然後選360 這個接近12K的這個360照片體驗呢 真的是 X-Force才拍得出來 然後呢 我們可以再換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換成這個360影片 這就是8K 360的體驗啦 所以 你說全景相機有什麼 一種 欸 等VR市場呢 變得更龐大的時候 那 這相機呢 就超級有用 那我也意識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8K其實在全景上面 這樣子看 用Vision Pro看 還有點不夠 所以我覺得未來推到12K什麼的 是必定要出現的 因為 如果你要在Vision Pro 得到一個超級好的體驗的話 那 12K我覺得是必備 所以全景影片呢 就是可以讓你真的回到當下的感受 所以這個看照片的感受呢 是真的很棒 然後呢 這個APP裡面呢 有提供一些網站 你可以看一些VR的影片 舉例來說好 我們看這個VR Dance 欸 目前我看起來的話呢 會是3D的 但是你們看起來大概不是 我看到一切都是3D的喔 就好像他真的在我面前跳舞的感覺 主要呢 就是說這APP呢 很棒 你可以拿來看一些VR的高品質影片啊 那我現在教各位如何要這個軟體看 就是3D的VR影片 我們進去之後呢 你要在右下角這個 立體的符號點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Flat 180 360還是Fitch 那因為我現在360影片啊 所以會長這個樣子 但 這邊跟你說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如果你是看那些 某些很棒的VR影片的話 你要看的是180 然後你要看的是SBS 那我就說到這裡 所以接下來呢 你們要如何去體驗 就是你們的事 那我必須跟各位說 這東西是我目前體驗過 Vision Pro 算是第一或第二名的功能吧 這樣 就這樣 我以後就不多說什麼 因為我們還是一個健康的攝影頻道 最後重點就是說 這個APP是免費的 然後你可以看你所有的全景影片VR影片 有很多設定可以做調整 非常的棒 然後呢 其他Player都不行 MuruPlayer是可以啦 但是MuruPlayer要錢 所以就是看你們要怎麼做選擇囉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個 身為攝影師非常在意的 就是 他的相片功能表現怎麼樣 那我目前看到呢 就是我使用iPhone所拍攝的空間影片 然後整體體驗呢 非常的好 那相機真的是立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棒 然後我們可以按右上角這個 就可以變成一個好像我們在看回憶的感覺 哇 真的很讚 真的很讚 像我現在左右動喔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它在動 雖然我看到是立體 你們看到是平面 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啦 然後這次Vision OS 2呢 有一個超厲害的功能 想說我開啟這個漢堡牌 給大家醉惡一下 按左上角這個立體 點一下 因為我是拍人像照片 所以本來就有緊身資訊 它就可以轉換成一張空間照片 有看到嗎 你看 哇 我兩隻眼睛下去看 漢堡牌是立體的耶 你們單邊看到影像會覺得 好像單純晃動一樣 但是我看到的是 它真的是一個立體影像 那舉例來說好像這張照片也是一樣 左上角按這個 Special 就是空間照片 它就會 幫你變成空間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在分析的過程 分析完之後呢 就真的變3D的 當然有些照片可能效果不到非常的好 就硬要轉的感覺 但我覺得還是非常的誇張 那接下來給各位看 我家可愛的狗 我們看可愛的狗 你看這張我已經轉成3D了 一隻狗很立體的出現在我的眼前 這是我家的卡庫 好可愛 哈囉 然後這邊要講一個 就是它的空間影片的話 我們播放這個給各位看 這空間影片的話 我會發現說 Vision Pro 錄的立體感 會比iPhone 立體感還要再大 蠻明顯的 可能是它的鏡頭比較開吧 那iPhone的話呢 兩顆鏡頭是很近的 但其實兩顆鏡頭近呢 會比較真的像眼睛的感受 那Vision Pro 錄的呢 會有一點太立體的感覺 這是我目前的想法啦 那接下來來講一個 這個算重點啦 就是說 大家也是蠻在意的 就是Mac的 投影的效果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我的Mac 有沒有看到 它直接亮出這個連接 連接 點下去 喔 你Mac的螢幕呢 就已經出現在這裡了 Vision OS 2 當初演示說可以變成 曲面屏那個什麼的 但現在還沒有 它有說之後才會推出 所以現在的Beta版還沒有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去做剪接囉 我們可以把螢幕呢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有個點就是說 它的聲音呢 是不會傳到Vision Pro這邊來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要改進啦 因為我覺得有點怪 應該要傳到這裡才對 它還是從電腦出來的 所以你連個藍牙耳機的話呢 可能會更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連到Mac的話也很棒 我們可以這樣自己調整 我們的位置 然後也可以看 右下角這樣子拉大 哇 哇 這體驗呢非常非常的棒 畫質體驗也非常非常的好 你不會覺得它的畫質不好 你看起來真的很像你在看一個 畫質超好的4K大電視或8K電視的感覺 你如果Vision Pro用到一半 你想要直接用Vision Pro剪片的話呢 也可以也不會有任何問題 你投上去的畫質體驗也很好 而且兩個交互性能也很棒 整體運作也很順暢 但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啦 就是投上去的時候呢好像不是120幀 這個我沒有很確定 就是感覺剪片的時候有點像60幀 走回來說呢 Mac投影功能呢我很滿意 剪片的時候呢也很順暢 但建議呢就是 你的耳機可能還是要從Mac這邊連到耳朵 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這樣 那最後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大家很在意的幾個點喔 就是我有發問嘛 那大家都問的第一個點呢 就是說它可不可以好好的看影片 答案是可以 可以而且免費 有那個APP我前面介紹過了 那第二個呢就是空間照片或空間影片的 觀看體驗好不好 跟各位說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非常推薦 真的要體驗看看啦 那我發現空間影片的問題了 那我們把它拉大給各位看 我不確定現在錄的畫面是 左眼還右眼 但我非常明顯看得出來 右眼比較清楚 左眼比較模糊 所以左眼的話呢是超廣角拍的 那這也是合理的啦 因為超廣角拍的在左邊 當然看起來是3D的沒錯 但 欸我閉左眼的話會發現 整個畫面是沒有什麼雜訊的 但我閉右眼的話會發現整個畫面都雜訊 所以我兩眼都張開的時候呢 確實得到的是一個有雜訊的畫面喔 這個瞬間左右眼呢 我看起來是非常不一樣 那以這一幕來說的話 我會發現我右眼看的話呢是不準焦 左眼看的話呢是準焦 雖然說我這樣看起來是3D的 但我會感受到前面的物體有一點朦朧美 那就是因為右眼的主鏡頭沒有準焦 那當然啦如果你是用Vision Pro錄製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Vision Pro錄製的 以這一幕來說好了 Vision Pro就沒有問題 畫面感受是一致的 這一幕的話呢反倒會因為 Vision Pro的下面兩顆鏡頭呢 其實比我人眼可能還要寬 我這樣看這台小相機的話呢 我是很難對焦的 我非常難對焦 我基本上對不太到這台Pentex 我要鬥雞眼 我才可以看到這台Pentex的疊合的影像 所以Vision Pro錄影呢 也有這個小小的問題存在 就是它比人眼還要寬 那關於它到底是一個生產力工具 還是一個娛樂用的工具呢 我自己會覺得啦 還是比較偏娛樂一點 當然說你連Mac你這樣剪接的時候 有個超大的螢幕超爽 這一點我覺得真的很棒真的很厲害 我也很喜歡 但我們還是要回答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長期佩戴的不適感 不適感還是蠻重的 因為就算你用上面的頭戴呢 可能會減緩一點 但你的眼睛這樣子壓著一陣子呢 就是會不舒服 再加上如果你做一些比較重度的事情 像是我連Mac 然後我那時候在用Insta Sounding Studio的時候呢 兩邊的風扇都在給我轉 所以我的頭呢 這邊是感覺到熱氣在發散的 那這個點呢 我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覺得啊 怎麼會轉成這樣 我們這個Mac連線而已嗎 總會來說 就是我覺得它目前比較偏娛樂 當生產力工具的話呢 可能要解決這個眼睛的舒適度問題 會更好一點 大概就這樣 那Vision Pro呢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劃時代的產品 那OS2出來呢 我覺得也讓某些功能更好用 我也覺得這個產品呢 是很有未來的 未來呢 不管是出它的低階版本 或者是更高階的Vision Pro的二代之類的 我覺得它真的有它市場所在 因為這個體驗呢 是一般情況下 完全無法比擬的超棒體驗 不管是看片 拍照 3D影片 空間照片 VR影片 我以上的所有體驗呢 真的都很棒 唯一的問題呢就是 眼睛真的會累 眼睛真的會累 但解像力呢是真的很好 這個我給滿分 好 以上呢就是我關於Vision Pro的完整介紹 好我先拿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噢 噢 天啊 還有電嗎 有 你看我每一次拿下來呢 都會覺得說我的眼睛好痠痛 因為真的是 眼壓會有點重啦 那可能Size的問題 或者舒適度的問題呢 可能要再去做改善 那以上呢就是關於Vision Pro的更新內容 以及一些體驗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這對我來說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謝謝各位 那以後呢還想看Enzo做任何內容的話 也都歡迎留言喔 那就這樣 掰掰